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的 四年前就差两万票 就差两万票 而且后来复查了以后 你中间如果是有 有误差 对 有几千票 最后查出来说有误差 他们只说这个误差不足以否定这个结果 其实当时只要差几千到一万票 整个局势就不一样 所以这些在海外偷懒的人都是有责任 如果你有投票权的话 我今天就把你绑架回台湾去了 我照从你身上打听打听 你还是挺关心台湾政治的 台湾人都关心 台湾的命运 当然啊 我怎么不关心 我也关心了 我也关心 虽然我离开这么久 但是那个没有办法 就像石家庄出了什么事 你也都 是不是 我也使不上什么心 可以的 石家庄说最近要改名了 他也没征求我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还是 就是我还是两千一百万分之一的一个力量 我还是非常珍惜我自己的力量 投票我跟你说肯定有事发生 他们都在说 我也觉得 就是说呀 你知道谎言重复前变 不是说谎言重复前变 就是刺激来刺激去 你想现在两边 这两天发生多少事呀 太多事 庄国荣辞职 你知道吗 知道 好家伙 这群体帮倒忙的还有呢 骂马英九 他爹 说他爹什么 好像也说他爹召记是吗 说你说他 对 他就说他跟他干女儿的那个关系 叉叉叉叉 蓝英也有人帮倒忙 跑到人家那边把人家管贴管 说是那边人家都是严阵以待 就民进党那边 都是知道你要来的 就是让你献的 你知道有看问题很深入的台湾方面的文化人 跟我怎么说 他说上一次的立委大选的 救了马英九的命 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立委大选以后 蓝派占四分之三吧 也就是说现在你就算马英九生命出了问题 局势都扭转不过去了 就算你选上一个你很不讲理的人 他都有在立法院可以弹壳 对不对 可以修宪 假如立委的选举不是这么一面倒 是比方说三分之二的这种情况下 小命不保也 很多人在 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忙得出来帮忙 我前几天又收到一份那个电子邮件 是玄学家都出来说话了 他说呢 这个领导人呢 他的相貌 还有他的命格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就开始 他们几年前就开始分析 马英九的命格 就说他的命格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呢他可以带领台湾不就是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然后就分析陈水扁的命格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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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他的面向如何带衰啊什么什么 所以就是说大家都出来帮忙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到底他的可信度有多少 但是总之你回去投票吧 是 对对对对对 帮我们也尽份先是吧 我得提前四天就得回去 因为后面四天的票全部都买不到了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你知道华航因为是办公有的一个公司 所以呢 他听说他们把所有从香港飞台湾的那个航线啊 紧缩 不希望 减少回来投票的人 不希望台湾回去 为什么 他官方嘛 他现在贬政府的嘛 现在很多台湾已经知道了 还有长荣也是绿派 其实台湾肯定选来 也不一定肯定 多数 很多已经知道说这个 看到了过去八年发生的事情 他们已经认清真相 要回去 希望能够扭转局势 但是这个绿营呢就有这个办法 就是OK 就不让你飞 海外不能投票的 我天哪 所以大戏可以看 不过咱们最近还是聊聊徐老师感兴趣的这个问题 徐老师最近对社会现象观察啊 很细微 好像对于这个封杀这个词成了你的关键 查了查了那个慈海没这个词 慈海没封杀这个 慈海没这个词 那么后来呢 问了那个石清平老师 他说这个这是棒球用 棒球啊 对不对 风杀是棒球用 他是就是说这个 你这个球打出去那边的人不是拼命跑累吗 这个人赶快把球接到啪回去 在你跑到这个这个位置之前 球到了 这就把你封杀掉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说跟封锁跟比方我们有蓝网嘛 我封闭什么他都不一样 他说他是一种风了而且你要立刻死掉 封住死掉 叫封杀 我过去听说过这个所谓封杀 你知道我记得好像我认识一个这个音乐制作人啊 就有一天呢 带这个这个小女孩 也是唱歌的 你知道我就感觉啊 好像是不是 就是我我过去听说的封杀是潜规则 就比如说他这个 我这个朋友就说呢 说哎 哪个唱片公司的什么大佬啊 就说啊 这女孩我封杀他 别想在这混了 对对对 他说我还就不信了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就这天跟着我 他有点这么个劲 另外你知道吗 还有像我们这当主持人的 有些大的这个制片公司 或者说大的这个电视台 你知道吗 好比说你不想干了 咱觉得好来好去嘛 没有那么简单 这就是恩威病师 就是开始就是说你你这个人是不能走的 我开始是一切一切一切 你最后还是要走 硬的就上来了 开始给你暗示了 就是说你走啊 你以后可就没饭碗了 嗯 就是我能我能 这个行业我封杀你 你你你你你你你可以走啊 你去美国 你别干这行了 但是呢 我听得 是潜规则 我听得都像是威胁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太相信 现在还真说 哪个家伙就就就就就就 封杀了 其实有啊 比方说学术界哈 比方说某一个学生 他对他的老师特别不好 嗯 而那个老师又是个大佬 那这时候呢 你要是反了这个老师了以后 很简单 这个老师跟他周围朋友打一下招呼 没人敢要你了 其实 你这学生就翻不出去了 这就是封杀嘛 但这都不是法律行动 它不能建筑于文字的 嗯 它是一种实际上的对你的 我觉得封杀有很多不同的规模 你可以大致全球 大致整个国家 有大致全球的封杀 封杀拉登 那封杀 拉登都没封不了啊 那封牛 封牛正像这种东西 你就要想办法去制止吧 那你也可以小到团体里面三个人 我跟薛老师讲好 我们来封杀 斗文涛 这也是一种封杀 好像你们女孩经常这样 对吧 是 你看 结起伙来 咱们都不理他 咱们都扫着他 现在多少网友在网上 他没事 看谁不顺眼 就说 来 咱们联名起来封杀某某人 他们在网上就可以引起很大的力量 我听说过有这么一种 比方说一个地区有很多富豪嘛 那这富豪都有女孩子嘛 那其中一个女孩子 如果跟一个富豪不好了以后 其他的富豪都会不跟这个女孩子好 就是这种也是一种封杀 那就绝了饭碗了是吧 就是断绝你再就业机会嘛 再就业机会 这也是 都是潜规则来的 潜规则 但是啊 我就是最近不是 大家都在讨论嘛 我记得那天冯小刚 两会还说呢 就说这个电影啊 没有分极致 就是说我这个扣子 解到第几颗算色情 解到第几颗不算色情 这不是事关最近大家的聊嘛 说有演员 那也是传闻 就传闻 因为演了什么 里边有这个托的这种表演 说是遭到封杀 那个延安时期啊 那就不单是封杀 真的要杀 你知道那个黄世仁吧 黄世仁 知道黄世仁吧 他大概不知道 你不知道黄世仁吗 我跟你讲啊 有一部平故农的家庭 爸爸叫杨白老 女儿叫喜儿 我们来音乐伴奏 喜儿呢 后来被黄世仁 是强奸了吧 忘了反正年也讨债 年三十讨债 讨债 就是这个黄世仁是地主 欠了这个贫苦农民呢 欠了这个地主 驴打滚的高利贷 你知道吗 然后大年三十的时候 黄世仁就来讨债 活活把杨白老 给逼死了 给逼死了 就那个杨白老就 这个戏呢 然后喜儿呢 延安时期呢 就非常 不不不 你先被讲大众 这个戏呢 演的就非常感动 感动到了以后 就是下面的士兵啊 就非常恨这个黄世仁 就是这个群情激愤 群情激愤 结果就有人站起来 拿起步枪啊 有这事 对 拿起步枪就要打 那个黄世仁呢 好像打了吧 没打 被人拦住了 我怎么听说的 传说是底下一站 是怒火 就棒一枪就打死了 被人就把枪挡掉了 那不是封杀 那是真杀 那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当然大家马上 把他劝下来了 劝下来的问题 你怎么来跟他说呢 黄世仁是坏啊 是坏啊 可是他 大家都跟他说 这个黄世仁是坏 可是眼前站的人 是个演员 他演黄世仁 他演黄世仁 不一定就是坏 他演一个坏人 演到你这么恨 说明他是个好演员 这战士啊 就没别过弯 这几十年都没别过弯 让我想起二十几年前 我比较小的时候 就是在台湾有个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人民 没有什么娱乐 唯一就是看电视剧 看连续剧 那时候呢有一出那种 豪门世价那种连续剧 就有个女孩子 有个女人就是演那种 反派那种 那种很刁砖 然后夺人家产 抢人丈夫那种 演的真的是 出神入化 走在路上 被人丢石头 被人追打 这 哎呦 这个 我也吃着亏 你知道吗 就是 你演过什么 你是有很多粉丝追着你 我没演过什么 你看哈 他呀 这个观众 他有些观众吧 他弄不明白 就是说 电视上这个人 或者说戏里边的这个人 跟生活里边这个人 可以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比方说 我们节目可能讲一些 情色男女 对吧 所以呢 他就 我在观众心目中 一直是个色鬼的形象 但是实际上 在私生活中 你在火车上 要跟人搭三 当然私生活中 我也心虚 咱们去下广告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看啊 从这个燕照门事件到现在 我现在发现这个社会啊 有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都在想 比如说明星 偶像 或者某一个公共事件 都替人民操心 觉得人民很傻呀 人民多愚昧呀 这会对人民造成 巨大的不良影响 对 这会对人民造成 什么不良影响呢 你知道最近我就发现 你看那个 我刚才说那个庄国荣 他不是道歉吗 辞职吗 民进党说他帮道吗 就是骂马英九的爸爸 然后呢 这个国民党那边 被骂的这个马英九和太太呢 说了一句话 你看他们这时候多鸡贼 也就是不吭声 然后只是说呀 这个台湾的这个人民 台湾的选民越来越理性了 那意思说这种事情不攻自破 大家心里最清楚 所以我发现呢 就是这个公共的这个这个样板 和这个民众之间呢 它是个两股神的关系 民众越聪明越理性 你这儿的事影响不了他 那你要民众真的像人说的 理解的那样 说很不聪明 好像你说什么 我就信什么 你黄世仁我一枪崩了你 没有这样 那么你就需要这个做样板的呀 确实是越当心越好 简直是如履薄冰 还有比方说像黄世仁这种 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因为他明显是一个反派 但是还碰到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形象啊 有人认为他是很坏 但是呢 戏里又把它写得很好 比方说武训 武训传 武训传是个电影 赵丹演的 那么这个人物呢 其实历史上也有争论 他是见人就磕头 磕头 你也跟他讲脏话 什么都行 然后就拿来的钱 去办学校 所以有人在歌颂他 那么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批判了 他就说这么一个人物 他奴隶主义 奴才主义 你们把他拿来做宣传 好像是一个英雄这样 是值得 因此就引起 当时就引起争论 为了这个事情 可是再怎么争论 赵丹没事 你知道这个戏 编剧导演 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 然后这个戏的好坏 引起很大的争论 对不对 当初那个钟电飞啊 带着江青啊 到山东去拿他们的材料 就是武训的材料 要讲这个武训 这个人物是好是坏 不是凭印象讲的 就去实地找很多材料 钟电飞啊 比较老实 组织关系上 就阿诚的父亲 阿诚的父亲 阿诚的父亲 江青组织关系上 是他的下级 钟电飞当时是 中宣部电影局局长 江青是他下级 可是谁都知道 江青是什么人啊 江青在那时候请假 钟电飞不肯 不逼准 钟电飞想 你虽然是毛主席的夫人 可是在这个调查小组里 我是上级 你实际上 他是支部书记 他不狠 后来钟电飞 五七年就说又派了 但是后话 但是你看 毛主席对武训传 非常批判 从来没怪过赵丹 赵丹后来演什么 海魂啊 烈火钟永生啊 许云峰啊 英雄人物赵燕严演 就是不关演员的事 广美你怎么看待这个演员 他对所谓对对人的影响 你演了坏人以后有什么悲惨的结果 例如广告商对你就会敬而远之 是吧 李莫愁拿不到广告 拿不到广告 因为人家会觉得说你是戏眼反 什么广告 酒言真经的广告可以 人家会觉得说你会 甚至连我的朋友的小孩 就是每天追着 追着那个神雕侠侣看 爱得不得了 然后就问他妈妈 为什么Jesse阿姨要演坏人 我很喜欢他 但是他现在是坏人 我不喜欢他了 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办法 这是人性 所以据我所知 内地有蛮多演员 他们也是非正派不接 非大正派不接 那我以前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人家都说你长得好端端的样子 你的性格也很好 你干嘛老接坏反派的角色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只要戏好的话 我觉得无所谓来者不拒 而且我觉得反派是比较有挑战性 比较能够有爆发力的 但是后来我没有想到说 原来有这么多负面的影响的 确实你知道吧 现在就是说什么人都爱替别人考虑的 就说这对他们影响不好 显然他是能明辨是非的 但是有些人他认为 比如青少年是不能明辨是非的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弄不太明白 就是说这个青少年 你说他这个好像在学术上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比如说通常我们认为 就是说是十六七岁以下的 好像最好别让他看到这些色情的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就说 假如换一种思路 比如像北欧那些国家 就是说很小的时候 我就把科学的性知识告诉你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比如说十四岁的孩子 他看到了这个色情的这个图片 究竟是不是会带他学坏 这是不是一个确定的定论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我为这个问题困惑了很多年 我的最实践的问题是 我以前看电视 我女儿在八岁十岁的时候 你会就捂住她眼睛吗 电影里一到有这种kiss的镜头 一到有脱衣服的镜头的时候 关机 我就在 不关机 我就在旁边说 Dorce 我就叫她的名字 她很自觉就把眼睛弄起来 然后这样子 是不是开我就不知道 但是到了 但是到了 这个过了几年以后 我都发现 我这个有点不大对头 她呢也像做戏一样 她就走掉了 她是I don't care 她也不要看 她可能在别的场合找看过 只是在这个场合 为了满足你们的 你们的替她着想的这种美好心愿 她也就替你们着想的避开一项 我最近为什么有一件事情 我感触很深 就是说 我最近有很多机会 在深圳广州看香港的电视 你知道 看家有翡翠台 有明珠台 可是那电视 特别是新闻节目 好端端的讲了半句话 啪啪就来一广告 啪啪就来一公益广告 你明白没有 她就是有很多东西不能让你看 我真的我有点屈辱感 我就觉得 你凭什么 就是说香港人能看的新闻 我们就不 香港人有多反动吗 就是说凭什么 把我们几千万的广东的 这个电视的观众 就当做傻瓜 就是说 其实真本没什么事 有时候真的没什么 比方说前几天报一个 前昨天报个新闻是刘建超 批判外国的那些人 冲击中国的使馆 就藏出西藏的问题 这是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话 他啪啪一广告给拦住了 所以这种 我自己在想 是不是跟我们对小孩的这种蒙眼睛 是同一回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心底里就觉得 我高于他们一等 他们不懂事 我要为他好 等等等等 这个要照我过去得到的这个经验来看 这叫什么呢 宁左勿右 宁保守勿开放 对吗 不让你看 肯定没错 让你看呢 有可能对 有可能错 那咱们何必呢 你明白吗 这就是我的想法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受徐老师启发 我觉得我们也别遮遮掩掩掩的了 对吧 都是公共话题 就说这个新京报啊 3月18号登的啊 说近日汤维因为拍摄什么某品品牌广告被撤 引发被广电总局全面封杀 一说 对此国家广电总局相关人士表示 广电总局并没有全面封杀汤维 只是不提倡再继续扩大他的影响力 这说汤维是个好演员 但是很多青少年会觉得像他这样是一拖成名 对青少年的成长容易产生负面影响 而且就是说这个人家还说了就是对事不对人说汤维本人是个好演员他不是只靠脱出名的演员本身演技也不错为艺术现身也没错哎我们就怕这个负面影响对吧 呃对于广电总局同时封杀了李安的说法广电总局该人士也给予了否认说李安是个国际大导演不可能封杀他 哈哈哈哈 但问题是你说一同样拖梁朝伟昨天还得奖亚洲电影大奖 哈就是 梁朝伟昨天还要财脱啊 啊 这区别 一拖成名跟成名之后财脱是有区别的 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的价值 我觉得这个人的价值观真的很很很奇怪的 例如最近这个美国纽约州州长 赵季 那名姓工作者Christine那个女孩子现在可是什么百倍千倍啊 她平常以前收四百四千多美金一次交易 她现在已经两本两本美国的成人杂志不知道花了几百万美金 格楼格楼还没成交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已经成交了 打听得清楚 人家拿了几百万然后已经要帮她拍封面 而且呢他们说很多杂志很多媒体没有经过她的同意之下呢 已经开始刊登她的照片 所以他们都要去追溯那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 陈冠希要是能够追回版权的话 发得不得了 他也发了 所以所以这世界就是我原来讲过 我就看不明白 一个勤勤奋奋的演员要受到这样的对待 一个妓女因为跟一个有名的人一起就可以发这样的横财 你我还好不是女的 我他妈不知怎么活下去了